大家好,今天讲一个两片式扣军包的做法 这个图纸是不含缝分的 下面有两个抓角 我们沿线把这个图纸踩下来 我们踩布料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先不要踩 这是抓角的,不抓角的做法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地方有一个角度的处理 我们踩下来 里布,表布,还有布衬 因为外面这个比较厚 所以我就没有夹布衬了 我在里布上夹了一层 我留的缝分比较小 图纸没有缝分,那我们踩面料的时候呢 都必须留出缝分来 这个一周留出缝分 这个位置先不要剪掉 一定记住先不要剪掉 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忘掉 从这个沿线剪下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留缝分了 正常的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是这样剪 把这块多余的剪掉就行了 所以我们干脆就不要剪 先缝这个角 这个角怎么缝呢 我们对齐这个线和下面这个线对齐 对齐以后就沿线缝 这边缝好 这边也同样缝好 就像这样一样 我们把这两边缝好之后 现在呢再修剪 这样就不会说 我们直接沿着线剪掉了 把多余的剪掉 这样剪掉它 好,同样的我们表部呢 也是同样的方法 这个三角线不要剪缝分 缝好之后再剪 也是这样子 给它缝起来 那像这个一样 我们缝好了 缝好以后 我们就把多余的部分呢 给它剪掉 好,剪掉之后呢 我们把表部的两片 对齐正面对正面 对齐了 缝合起来 从这个指点开始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两片内袋呢 缝起来 我们内袋缝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用同样大的 图纸材的面料 我们必须要把内袋 缝得小一点 这样装在外袋里面 它才服贴 不会皱在里面 那缝的时候 我们齐指点呢 就是往下一点 大概两毫米左右 那这个整个的缝线呢 也要在这个画线的内侧 大概两毫米左右 整个缝起来 外袋呢 因为这个面料太厚了 我们就把这个 两端留一些缝分 其他的位置把缝分剪掉 待会我们和内袋缝合的时候呢 用卷缝的方法 就不是外翻的那种方法了 外翻的方法 我们这地方太厚 塞的时候不太好塞 把两侧都大概留上 两厘米的位置 不剪缝分 其他位置都剪掉它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 安装完口径 这地方是露出来 有一部分是露出来的 那如果都剪掉 这个地方就是毛边 就不好看了 好 我们然后把这个内袋呢 缝好之后 给它翻过来 翻到正面去 然后装在这个外面 这个袋子上 我们现在呢 就是处理一下 里面的这个缝分 把它们两个的缝分呢 处理的一样大 那我们先把指点对齐 两个指点对齐 固定一下 两边 把这个内袋呢 尽量的往下推 推到底 推到底 我们固定 同样这边也是的 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内袋可能还会大一点 有的大多一点 有的大少一点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修剪一下 跟外面的这个袋子一样的 就从这个位置 往这边把多余的给它剪掉它 好 同样这边也是的 好 切完之后呢 我们这就是 里面和外面就同大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们 都翻一个面 把外带翻个面 那个呢 都是也翻一个面 我们再给它 套在一起 把两侧的缝分 将内折 两个指点对齐 然后固定 我们把它两个缝合在一起 那缝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不留缝分的位置 我们就卷缝 留缝分的位置呢 我们就用藏针法缝 这个位置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卷缝和藏针缝 怎么缝啊 我这是缝了一部分了 卷缝就是这样 藏针缝 表部缝一针 一部缝一针 一部缝一针 就这样重复 继续缝分 继续缝分 打击 这边是缝分 这边是藏针缝 这边是藏针缝 正常情况下 我会沿着这个边上 再缝一轴 用缝级压线 再压一轴 这样的话 让内带和外带呢 跟紧密的贴合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安装了 如果觉得你这个薄呢 你就可以缝一个纸绳 如果觉得厚度可以 直接就可以安装 纸绳的使用呢 是看根据实际情况来的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纸绳怎么缝 这个包呢 我们上面卷缝的位置呢 感觉到有点薄 那我就再加一个纸绳 那我这个纸绳呢 是缝在上面的 这样安装起来呢 更方便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针 从这个位置进去 然后绕过纸绳 从纸绳的另一面缝出来 这样就把纸绳给捆住了 然后第二针 第二针我们是从纸绳的 正中间穿过去 这样就把纸绳给固定在这个位置了 后面呢就是每隔三针的时候 就缝一针在纸绳上面 这样呢是为了防止我们安装的时候 把包里往里推 往口径槽里推的时候 这个纸绳 推到上面来 容易推到上面来 所以我们就 固定在这个位置 它就不会推上去了 好我们缝到最后的时候 最后 这个位置呢 也从纸绳的中间穿过去 再缝一针 绕过纸绳的 固定 最后可以多缝几针 这样就可以结束了 好 我们这样就缝好了 现在的 接下来就是安装了 接下来我们安装口径包 使用的材料和工具呢 有胶水 一个是绿把的 有垫片的小钳子 塞布器 木饼锥 小链签 还有一把大钳子 这个呢 用在尺寸比较大的口径上 多一些 小口径呢 可以不使用 好我们先放那边 首先呢 涂上胶水 我们这个胶水呢 它那个嘴儿比较细 可以直接伸到口径槽内 涂抹 这样它就不会溢出来 涂胶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多 不然的话 我们口径包一塞进去 这个胶水就会有溢出来的现象 口径上 弄上胶水怎么办呢 我们先不要着急把它处理掉 等它半干的时候 用指甲 或者是用塑料片 轻轻的给它刮下来 也不要等它完全干 完全干的时候处理 也不太好处理 就是半干的时候 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一点 好我们用这个呢 给它抹抹匀 好现在就可以塞口径包了 我们安装口径包的时候呢 首先把两侧给它找好位置 那我们就用这个塞补器 带着纸绳一起推进去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我们边塞的时候呢 要不要看一下这两边的位置 是不是一样 我们细节的地方呢 是用这个锥子来调整 好完全塞进去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位置一样 如果一样了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夹起来了 先夹两侧 用钳子 夹住这个边上 我们用力的方向呢 是主要用力在这个位置 我方便分解一下这个动作 就是往上抬 边用力夹 边往上抬 这样就可以夹住了 夹好了 那中间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夹也可以不夹 如果不放心呢 我们可以用钳子夹 也要轻轻的夹一下 我们尽量用力均匀一些 好我们把这边继续塞进去 好这边就可以夹起来了 这样我们就安装好了